我们进入到但与礼书的第四章了 第四章我们看到的是尼布加尼莎王呢 最后一个叙述了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经文吧 这个全地它要表达的含义是指向什么呢 它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跟大家说 OK 整个地上的人吗 还是它真的是指向它的统治范围的人呢 我们看一下背景资料 本段经文呢 距离第三章大约二十年之后了 所以二十年之后呢 这个国王它的统治已经达到了顶峰 尼布加尼莎王 他开疆拓土的征战也已经结束了 国中太平均临天下 而尼布加尼莎呢 与之前的亚述诸王一样 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全地的王 他统治着当时已知世界的大部分 的确因为对当时人来说 你所知道的世界范围之内呢 已经几乎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了 他的王国东起波斯湾 向西延伸到地中海 南抵埃及北至伊朗 所以它是一个浮原辽阔的一个大帝国 在当时巴比伦是首屈一指的 基本上就是现代的美国的这种实力 非常的强大富裕有钱 所以尼布加尼莎王是在最顶峰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像住在全地的各国各民各族 说各种语言的人 其实他说的是在他的殖民统治之下的所有的国民 尼亚的国家太大了 他向所有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奇怪 为什么他告诉百姓要大享平安呢 我们看下一个 原来当时埃及退罗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的宝物呢 都已经被带到巴比伦 用来装饰已经建成的庙 也修建新神庙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之前我们有说到在古时候呢 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守护神 他们都会拜一个官方的宗教 而如果你打仗打败了之后呢 你的神还有神明呢 就会被带到去统治者的镇殿当中来供奉了 所以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神明之间的战争呢 巴比伦王的神 战胜了埃及 推罗 以色列 还有其他国家 他们就被打败了 所以代表的是 他背后的这个马陆克 这个神呢 他是战胜者 同时我们也看到 尼布加尼萨王呢 他也为自己的王后修建了著名的空中花园 位列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有兴趣的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他告诉全地的人 大享平安是什么事情呢 他说 我乐意把至高的神 向我所行的神迹 骑士宣扬出来 他的神迹多么的伟大 他的骑士多么有力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他的统治直到万代 奇怪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 这么厉害 这么强大的一个国王 他竟然说 我乐意把至高的神 向我所行的神迹 骑士宣扬出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要把耶和华神 这里所说的至高的神 代表什么呢 众神之上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诸神之上的最大的那个神明 就是谁呢 耶和华神 在地上最有权势的人说 我要为在天上至高的神 来宣扬他 因为第三节 他的神迹多么的伟大 他的骑士多么有能力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他的统治直到万代 哇 这个在地上不可一世的王 他竟然宣扬上帝的事情 这个没有信主的外邦人 他竟然称颂上帝的伟大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 原来第四章呢 是尼布加尼撒王 向全体国民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呢 他宣告有一位王 比他更大 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了 他战胜了这么多的国家 他说有一个王 竟然比他更大 有一个国比他的国更大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至高神的国 是永远的国 他的权柄 纯到万代 他在称颂 赞美 这位荣耀的上帝 那么犯什么事情呢 第四节 我尼布加尼撒 安逸的住在家中 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的确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 基本上就是 他整个国家已经平定了 在他非常安逸舒服的时候 第五节 我做了一个梦 这梦使我惧怕 我在床上所见的梦乱 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 都使我惊慌 哇 他又做梦了 这个王很喜欢做梦 对吧 他就又在做梦了 他之前做过的一个梦 是金像的梦 现在 他又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是什么呢 他让他非常的害怕 我就下令把巴比伦 所有的智慧人 都带到我面前来 要他们把梦的意识 向我来说明 于是术士 用法术的 加勒底人 和詹辛加都进来 我当面把那梦 告诉了他们 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识 向我说明 最后 那照着我神的名 称为伯提 莎莎的 但以理 来到我面前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我就把梦 告诉他 原来这个国王 他又再一次的 把所有的 这些 战金家 术士 加勒底人 其实这个是同一个阶层来的 他就把这些梦 告诉他们 这次不同 第一次的时候 他就不告诉他们的梦 他可能是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了 也不告诉他们 而第二次呢 他却很清楚的 告诉他们说 我梦到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 可是 没有人 知道 他的神 马杜克的神的 这些术士们 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而第八节说什么呢 那照着我神的名 称为 伯提 莎莎 别忘了 伯提 莎莎 是什么呢 是 马杜克的神的名字 放在 那里当中 巴比伦 最优秀的 这些术士 都没有办法解释 反而要去找 大逆里来解 其实这是一个讽刺 为什么说是一个讽刺呢 你在找一个 不是 侍奉你的神 但是你却按这个名字给他 他明明不是靠你的神 他明明是靠他的神 那你为什么按这个名字给他呢 代表什么 他是一个讽刺 是一个打脸来的 哎呀 原来我按了这个名字 不代表什么 他根本救不到我们 因为我所有的这些术士 心拜事奉马度的 都没有办法解释 只有这位至高神的人 能够解释 因为大逆里的里面 有圣神的灵 就是有圣灵 住在他的里面 亲爱的众姐妹 你知道我们新约时代 跟旧约时代的差别是什么 旧约时代的时候呢 圣灵 只选择性的 部分的 某一个时段 暂时的降落 充满在某一些人的身上 只有贵族 军事家 等等 才有配得 这样子的一个恩典 他们才可以被圣灵 所充满 我们现在的人怎么样呢 我们却是被圣灵 所充满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大尼里呢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大尼里 他的一生当中 他是活在神的 同在里面 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 唯一如此刻画的 另一个人物呢 就是约瑟 法老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 在他里头 这句话呢 只有两节 就是在约瑟 还有 丹尼里 只有这两个人 才有这样子的一个 殊荣 他为什么这么表达呢 丹尼里书 他的重点是要表达 以色列的神 保护 约瑟 使约瑟在法老的朝中 昌盛 最终呢 约瑟可以引导百姓 脱离埃及的奴役 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说 你们以色列人 是被掳掠的 没有错 你们是被带到巴比伦的 没有错 这个巴比伦是全地的主 是这么有权势的人 正如同当年 你们的先祖约瑟 法老王是当时已知的世界里面 最强大的君王 我都可以使约瑟 步步亨通 在外邦人的国家当中 昌盛有余 别忘了 约瑟 他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丹尼里 他也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特征就是 他们是有神的灵 充满了一个人 他自己要表达就是什么呢 神过去怎么救赎你们的祖先 神在未来也要救赎 你们这群被掳掠的百姓 神要救你们出来 神会与你们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失望 我们在我们的困境里面 我们觉得很痛苦 我们觉得很难过 我们觉得怎么办呢 其实在我们痛苦的时候 万君之耶和华神 是我们称颂敬拜与尊荣的神 丹尼里和他的朋友们 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选择怎么样 称颂神 敬拜神 尊荣神 就让我们想到保罗 他在监狱里面被逮捕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哭哭啼啼 我被逮捕了 怎么样 他被鞭打 被羞辱的时候 我被羞辱了 怎么样 不是的 他侍奉神 到一个地步 他很困难 他走不下去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我不要做了 我不要服侍了 是怎么样 不是 他称颂主 他敬拜主 他尊荣神 这些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尊荣神的人 不只是基督徒 或者是神的门徒 连没有信主的 尼父 加尼撒王 这个荣耀的君王 他也称颂 敬拜 尊荣 耶和华神 所以我们看到 听众姐妹 无论你在什么样 环境 痛苦 艰难 经济风暴 健康危机 婚姻危机 我们都要相信 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Amen 让我们带着信心 来向神呼求吧 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姐妹 今天神也与你同在 Amen 圣灵就住在 所有真实信靠他 跟随他的基督徒的身上 亲爱的众姐妹 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吗 你知道你可以随时随地 向圣灵来支取力量吗 我们就要来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尊荣 一起来寻求神